生與死,輪迴不止 我們生,他們死 混與糖,輪迴不止 這把混,下把糖 是真是太愛也好,不必輸了 是願是我愛也好,不需要 何是這麼重要 哎呦,他紅開啊 行 看一下對方打野,劍聖 我,為什麼這麼多人玩劍聖 我一直搞不懂,我感覺劍聖 這個英雄,一點都不好玩 殺起來沒劍,但是卡仁的確會很爽 我願意天王 幫你敲兩個,敲兩個Q 一個Q 來,我來頂一下 差不多了,走了 再玩就要露兵 哎呀,還是沒敲 他想,他想,他想摸我 行行行 等我把不滅斬好了 加上靈魂痛擊一起 唉唷 唉唷,我靠 一個Q跑不掉,好吧 這個瑞文有點過分 炸死你 一個Q 我不打錢了,我就耗你 好吧 我看你多難 多難見的瑞文怎麼跟我打 你要死,我隊友來了 你懂嗎 這沒我設 沒我設了,我追不到 OK,夠了 夠了夠了,這瑞文炸了 他現在打不了錢 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他不,唉唷 嘖 上錢就炸你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他這個就廢了呀 唉唷 唉唷,他升級了還 你怎麼跟我打 你怎麼跟我打 靈魂痛擊 算了 算了 酷欸 放他一水 你GQ有點鬆啊 哦 你敢從這裡下來 你膽子為什麼會這麼大 全部給我耀光 那你不虧 你不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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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哪跑 走了 再不走感覺要被抓 我不回 唉唷,我有遠程技能 你健身在我野區 我看到了 炸死你 他GQ了 他這個真的GQ了 他健身還死了 炸死你,我在把他炸死了 他这怎么玩 根本玩不了 你不回好了 你不回这波我要换你了 好 把你换了又如何 这波就是要跟他换了 免费回城 把兵线压到他的塔下 让他吃不到兵 超赚 先出个这个 捡一波CD 再把他们菜刀队 我们再来一个 出个鞋子 自带10% 加上天赋 15% 25% 再来个10% 杀了他 我现在有两种打法 一个是疯狂的压制他 一个是疯狂的Q兵 我选择压制他 那你自己自找的压 你自找的压 这里肯定拼不过我的 他的Q技能还没好 我有耀光 不可能拼输 而且6级的狗头非常的猛 配上我的爆破 舒服 Q兵了 我们的思路就是压制他 把他打死或者打回家的时候 再疯狂的补Q 这样的话 我虽然发育的 Q技能不会那么的快 但是他就崩了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75 直接出个CD还 你懂的 哇 他出这个 没用啊 没用 现在已经不是说减少我的治疗量 就能跟我打的了 已经不行了 我CD鞋加上要光了 现在24 马上这个再加一波 34 35 他跑到中路去了 舒服啊 现在疯狂的补我的Q技能 还不来 这个炮车我们必须要把他Q了 因为炮车一个等于四个 我靠还被我们双杀 直接12里 Q个炮车等于四个小兵 大型野怪 12 小型的3 这件事我就没必要搞他了 这个我可以Q一波 哦 拜拜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跟我现在是没法打的 我先一个Q下去 就是灵魂痛击 他只要靠近我就开大 他只要靠近我就开大 一个Q就这么多血 这个大灯 竟然刮症了 Q Q Q 他又在找尸了 哇 这个QQ好痛啊 诶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顶打就把你给杀了呀 诶 这个怎么没走出去 我靠 这个怎么没走出去啊 我靠近我 不是这波 白死了,真的是白死了 气死我了 这到时候又有人说我拆了呀 这跟水平没有关系 你知道没有关系,没有一点点关系 这炮车必须要把他Q了,12点 我要吃塔皮 点爆破的狗头 塔皮必须要全部吃到,他在放塔 他现在放塔 马上4次cd呐 哇,这个法语 太舒服了 你可別想我在後面 我一波能把他敲死 一個Q 一個Q擋他不給他放 不給你放大 不 這個Q怎麼說嘛 吸波血 我跑不掉了因為他後面有個劍身 我看到了 40CD 20 30 40 1出了 尷尬 不過沒事 因為 這個東西可以增加一個 適應盾 不虧的 好 每百分比 一出的冷卻會轉化一個適應盾增加攻擊和法術強度的 我又來了 瑞文 這個殺不了 就推打就行了 還帶個俠谷很好加上我的爆破和Q 這誰頂得住 敲 爆破 俠谷一撞 滿死掉了 拆拆...他們不回來 高地沒了 我這爆要開大了 我這爆要開大了 繼續拆 这个Q 这个Q 谁挡 谁挡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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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Q 谁挡的座 谁挡的座 这个拆架多快 这个拆架多快 懵了 14分钟 加没了 哈哈 溜了溜了 拜拜 跑路 我们看看大鸟 把大鸟吃了 这个大鸟 没有 我们Q大型野怪 也是加12点 还是很恐怖的 我现在237 一般Q到个4到500的时候就已经够了 也不需要那么执着去叠他 没意义 知道吧 你越往后叠 其实你会发现你越弱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有个误区 觉得狗头疯狂的跌跌跌跌 跌到后面应该是无敌的 对吧 其实错了 你越往后叠你越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敌人的防御能力都起来了 你那种在前中期的那种一下子半管的那种能力已经没有了 到后面就丧失了 因为后期别人的护甲回复还有血量全部起来了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别人的这种防御的成长比你的这种输出成长要快要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越往后别人就是 就是越打团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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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越容易被封针 其实狗头是一个伪后期 狗头是在中期的时候 还没到那种特别大后期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是无敌的 这一下子下去脆皮就直接放早 你明白吧 但是你往后你就看你根本就打不到人了 你知道吧 然后你真的摸到了前排也不会那么的恐怖了 你现在打他这个这个叫赛他吃的消吗 这一个根本吃不消 你看他后期装备全部起来 没那么痛 你知道吧 所以他为什么被称之为伪后期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厉害的 要抓住这个时间段的这种统治能力 然后干什么你知道吗 不是打架 而是疯狂的推塔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爆破就很有用了 明白吧 你不相信 你看 你只要把狗头拖到大后期 你看你是不是胜率高一点 根本就不高 反而会降低 伪后期明白吧 就这个时候狗头是最疯狂的 这是一拐走下去 你恐怕就不知道死是怎么死的 一个拐走下去 你能顶得住 一个拐 你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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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超市才是最厉害的 拜拜 干嘛 你速度没有我快 我移速这一块 465加上板甲 像这种小 你要是打到大后期 你觉得瑞文和剑身打不过你吗 很轻松就把你砍死了 你知道吧 特别是剑身装备起来的时候 那个真实伤害 所以不要有误区 不要觉得狗头越拖越强 根本不是 来来来来来 我们把 等大龙出来 把大龙吃掉 现在像这种300多的时候是最棒的 最棒的 地拐找 走 12点 366很舒服 378 出回了 蛤蟆给我吃怎么样 算了 炮车 吃 12点 拉到我又怎么样呢 好 我觉得你们在玩火 就你在旁边出了 就你在旁边出了 蛇 就你这个小脆皮 你看完 你 你 你开玩笑 你 你 你在开玩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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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来你给我敲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给我敲一下你就 你就懂很多东西 你就懂很多东西了 啊 来 你 你懂的 就这个时候你看他打不动你 你打他就是致命的 你知道吧 是最恐怖的 这个 爆破 你怎么讲 怎么讲 怎么讲 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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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刺杀 剑圣一个Q 瑞文一个Q 女警一个Q 基本上全部都 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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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開